记者蔡宗建屏东报道,横川半岛是台湾的偏乡,牡丹香更是偏乡中的偏乡,出身当地的排湾族创作歌手戴小军,近年努力推广故乡音乐,去年入围第28借金曲奖三项大奖,他今年春节仍持续在故乡推动部落文化音乐节,知名歌手王洪恩也深受感动力挺,希望发扬故乡文化,也用歌曲为花莲灾区祈福。 为了把保留家乡的多元音乐精神,戴小军与部落一群有着音乐梦想的青年,成立MKAT音乐工作团队,在每年农历大年初三举办音乐传承绩,参与者从5岁到80岁,透过舞台记录每个人的成长,凝聚部落像经历,更让他从一首歌都演奏不好,直到现在能写歌唱歌甚至得奖,今年将是第11届举办。 目标是希望打造部落的春娜。 戴小军说,一开始只是全心全意想让部落过年更热闹,拼命带入各式各样的摇滚音乐,集派对风格。 这几年开始反思,并找寻老一辈的歌谣与故事。 透过他创作成功的例子,鼓舞更多对音乐有憧憬的年轻人。 戴小军表示,年轻一辈慢慢有能力听见部落的歌谣与故事。 去年还一起走上金曲奖,星光大道,Kaplanet,部落文化音乐节。 这个部落音乐舞台,每年都献给部落一个superstar。 巴授肯定的成功演出献给部落,今年入选的试拿下。 横纯民谣创意乐情特优的石门国小,期盼各界在大年初三到访牡丹。 感受另类的部落音乐节。